终顶文 一个住宿的人竟然死在一个小姐身上 或者是死在女人的肚皮上 说来还真是一大嘲讽啊 为了一次痛快直接就不要姓名 这次可真是苦了死则的家人 还得给这么不干净的男人收尸 唉 刘老七叹息 臣氏舍自头上一把刀 石榴裙下命难逃啊 我摸了摸鼻子 心里头有些想笑 不是幸灾乐祸 而是感觉气疏的话 真是挺有意思的 这两句话上下对得这么工整压运 不愧是老江湖 佩服 我们离开这家酒店 直接坐上一辆出租车 让对方送我们到某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少山市最美丽动人的风景地在 一路上 没少听出租车司机说 哎 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 叫做霸侯县 在过去两千年前 乃是诸侯国 霸国的地盘 出租车司机为我们解释了很多搞不懂的地方 虽说先前的时候 刘老七坐着调查踩过点 但毕竟不是本地人 所以有些东西乃是初次听闻 我问 师傅 你说的霸国出土过什么文物 出租车司机说 霸国遗址出土的文物 那可真是太多了 各种青铜器 各位是多不胜数啊 一样样的最为精美 其中最为珍贵的一件东西 据说是一对存经酒尊 有来喝酒的一种古代酒杯 一般圆形下面有三个族 只是这一对酒尊 一出土就极为邪乎 有好几个参与考古的学者 直接命丧黄泉呢 出租车司机的话 直接将我们给惊讶到了 我看了一眼刘老七跟南野 然后继续忍不住问道 难不成 这酒尊里头还有鬼不成啊 一对酒尊 埋在地底跟死者棺材上千年 既然是最珍贵的东西 那么也肯定是墓主人 生前最爱之物 此后 怕是会有很多阴气 沾染在酒尊上面 甚至有阴魂附在上面 也难说啊 当然 这些只是我的猜测 并没有说出来 跟出租车司机说 要不然 会被捉成搞迷信就麻烦了 接下来 出租车司机说 有鬼没鬼的没人知道 但最后 据说从外地 请来一位得到高僧 这才将那队喝酒的酒尊镇压 而那位得到高僧 当场也是直接援击 我听的是目瞪口呆啊 没想到 那队酒尊这么邪乎 连得到高僧 都是以性命为代价 才搞定的 路上说这话 时间感觉也是过去的很快 在霸喉县 我们直接下车 给了出租车司机两百块钱 对方很是高兴 七处 我们现在往什么地方走 先前的时候 七处说过 要来霸喉县 可是现在来到霸喉县 我们应该再去啥地方 接下来 刘老七说 先去博物馆吧 因为霸喉县出土 霸喉遗物 所以在此就成立了一个 霸喉文物博物馆 文言 我点了点头 既然刘老七都不急 那么 我跟男爷两个人也 犯不着替他着急 就跟着去参观一下吧 再一个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到处看一下也不错吧 要是幸运的话 还可能遇到 有缘分的红颜知己呢 我们不知道霸喉博物馆在什么地方 但是找了个人一打听就直接知道 花钱打了一辆车 就直接到了霸喉博物馆的门口 因为霸喉县不大 再加上 这里的经济比较萧条 所以并没有看到多少人 只有几个来参观的学生 除此之外 就是我们了 你别看博物馆人不多呀 但是头顶上的摄像头 却是很多啊 一个个都是开着的 哪怕没有安跑人员 也没有人敢砸开玻璃偷盗 霸喉县出土的霸喉国遗址 真的是有太多的文物 各种青铜器和玉器 都是应有尽有 还有彩色的陶制品 从这些出土的文物数量上来看 显然看得出来 当年的霸喉国 也是一时繁荣昌盛过呀 一时令人感慨良多 这就是出土测试司机 先前所说的 从霸喉国遗址里头出土的 那对存精九尊 镇国之宝 我们参观了好一会儿 看到一处玻璃柜台处 放置着一对存精的九尊 这对九尊上面 有着斑驳的秀气 乃至一对方形的九尊 上面刻画着许多图腾 最有意思的是 其中一个刻画着一条九尾狐狸 只是这条九尾狐狸 跟以往所见的并不相同 传说中 山海经所记载的九尾狐狸 乃是生长着九条尾狸 但这个九尊上刻画的狐狸 却是长着一条大尾狸 而在这条大尾狸 则是长着左右各四条小尾狸 显得极为奇怪 我突然凝视 诶 上面好像还有字啊 哪里有字 刘老七问我 我直接伸出手 冲那个位置指了指 但是有玻璃隔着 挺郁闷的 当然 没有玻璃罐 怕是会被人直接偷到了 我问 七说 上面写着什么字啊 好像跟钻子不太一样啊 怎么跟鬼画符似的 看不太懂啊 刘老七微微摇头 这些字 都是属于金纹 是一种 刻在青铜器上的名纹 也叫 中鼎纹 在周商时期 乃是青铜时代的年岁 而出土的周商文字 大都是刻在顶器之上 所以才会被叫做中鼎纹 只是从商丘 再到春秋战国 再到秦灭六国 中鼎纹大概有八百年的历史 真是没想到 刘老七竟然这么剥削 什么都懂一些 真不愧是盗门的掌权人啊 这个时候 刘老七收回目光 这上面 一共有八个字 嗯 哪八个字 男爷跟我都是看向刘老七 我们都是很好奇 这八个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 要是刘老七不说 怕是研究一年 也认不出来啊 感动本王九尊者 死 魏妍 我感到有些惊讶了 按照刘老七所说 那么参与考古 触碰这对九尊的学者 都死了 岂不是受到诅咒 我心中一颤 赶紧离这里远点 哈哈 颤那么远干嘛 刘老七好像 只要你不碰 就死不了的 而且 这对九尊 所蕴含的诅咒力量 应该是被一位高人 封印起来了 我松了口气 这才卸里头安稳点啊 但 还是跟那边 放着的九尊玻璃罐 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淹不过 请勿论